原标题 年庚瑶被朝臣弹劾九十二项罪名 他手握重兵 为何不倒反 在清朝历史上 年庚瑶瑶署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 他二十一岁考上进士 三十岁成为四川巡抚 后又升任四川总督 川陕总督 可以说 年庚瑶的前半生 一路平不清明 雍正皇帝继位后 年庚瑶更是备受重用 和龙科多雍正的舅舅 成为了雍正的左膀右臂 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 青海罗补藏三间叛乱 雍正任命年庚瑶为俘远大将军 总揽西部一切事物 助西宁坐镇指挥评判 年庚瑶虽然是门官出身 但在战场的表现 却是非常出色 在他的指挥下 清军屡战屡胜 把罗补藏丹进打地落花流水 但好景不长 风云骤起 雍正三年四月 年被解除川山总督职 交出辅远大将军印 调任杭州将军 当年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给年庚瑶开烈酒十二款大罪 应付极刑极力斩的就有三十多条 但雍正念 即年庚瑶功勋卓著 格外开烈 自欺自财 对于当时手握重兵的年庚瑶 他为何不雍兵造反呢 年庚瑶他虽然和雍正有矛盾 但那是性格上的原因 年对雍正其实很忠心的 他绝不会背叛雍正 虽然他手握重兵 但毕竟是雍正一手提拔起来的 对雍正并没有反省 此外年庚瑶就算是想要反叛 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虽然他手握重兵 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满人 他们是不会帮助年庚瑶这样的汉人 去反自己的民族的天下的 这或许也是雍正敢于将兵权交给他的原因 年庚瑶不反还有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手下军队的粮草全靠列地补给 即便是他有二十万大军 请立四省军政 军事上来说 毕竟是以异于而敌全国 粮草兵器全靠内地接济 倘若朝廷调兵评判 很难僵持 况且如果西北蒙古西南西藏出兵夹击 最好的结局恐怕就是学理广力了 从政治上讲 他没有内外沟 其的内影云如巴结党 加上他围观暴力且草菅人命 本身又是一个汉人 手下士兵家俊就都在内地 所以他缺乏一呼百应的期待可能性和朝廷去赌 很可能不理为奸甚至重判心理 清朝吸取了前几个朝代的教训 大臣起兵造反的成功性微乎其微 纵观清朝二百多年 没有一场哪怕像样眼的造反 可怜盖世英雄化作难可以梦 连登遥父兄族中任官者聚个职 敌亲子孙发前边的充军 家产超没入关 年大将军已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高中 一个曾经誓诈风云的盖世英雄 最终落此下场 实在令人扼乱叹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